《使徒行传》 第一章 《应许得圣灵的能力》 提亚菲罗亚,我已作了前书, 轮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直到他借着圣灵, 吩咐所简选的使徒, 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 将自己活活的险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祝福他们说:"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若汉使用水尸浸, 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浸。 主被接上升。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主啊, 你復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父彭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他们说:"尤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说了者说:"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堆云彩把他接去, 便看不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 他们定睁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 身穿白衣, 站在旁边, 说:"加利利人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门徒再留房祈祷。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 来耶路撒冷不远, 若有安适日可走的路程。 当下, 门徒从雅里回耶路撒冷去, 进了城, 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 在雅里有彼得, 若汉, 雅各, 安德烈, 肥力, 多玛, 巴多罗迈, 马太, 阿勒肥的儿子雅各, 分裔党的西门, 和雅各的儿子, 尤大。 这些人, 同着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马里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的行切祷告。 尤大的结局, 那时, 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一百二十名, 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 说, 弟兄们, 聖宁值大位的口, 在聖经上, 预言, 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 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 并且在使徒的職任上得了一份。 这人用他作恶的公价, 买了一块田, 以后身子赴祷, 土福崩裂, 腸子都流出来。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 所以, 按着他们那里的话, 给那块田起名叫阿格大马, 就是血田的意思。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 愿他的住处变为方长, 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 愿别人得他的职份。 简选马提压。 所以, 主耶稣在我们中间, 始终出入的时候, 就是从约翰斯浸起, 直到主离开我们, 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必须从那上与我们作伴的人中, 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復活的见证。 于是, 选举两个人, 就是那叫作巴萨巴, 又称呼尤士都的约实, 和马提亚。 主耶稣, 众人就祷告说, 主耶稣, 你知道万人的心, 求祢从这两个人中, 指明祢所简选的是谁, 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由大已经丢弃, 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 众人为他们遥迁, 遥出马提亚来, 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年。 第二章, 门徒在五秦节, 被圣灵充满。 五秦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 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象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 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 各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 就甚纳门。 都惊讶, 稀奇说, 看啊,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各人, 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 我们帕提亚人, 马代人, 以兰人, 和住在米索波大米, 犹太, 加帕多加, 本都, 阿西亚, 弗里加, 唐菲利亚, 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内的女比亚一大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客女中, 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隔离底和阿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 说神的大作为。 众人就都惊讶猜疑, 彼此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鸡肖说, 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彼得的讲说,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 站起, 高声说, 犹太人, 我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亚当则以听我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刚到自初, 这正是先知若以所说的。 神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消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作异梦。 在哪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消灌我的仆人和事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 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 有火, 有烟霧, 一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以色列人啊, 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 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 歧视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他既按着神的定子先见, 被交予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愿不能被死拘禁。 大卫指着他说, 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 我心里欢喜, 我的灵快乐。 并且, 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扭坏。 你以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因见你的面, 得着满足的快乐。 底兄们, 先祖大卫的事, 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 他死了, 也葬埋了。 并且他的坟墓, 直到今日, 还在我们借女。 大卫既是先知, 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 要从他的后裔中, 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如先看明这事, 讲论基督復活说, 他的灵魂, 不撇在, 阴间, 他的肉身, 也不见扭坏。 借耶稣, 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宵观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 但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囚敌作你的脚椅。 故此,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感动多人信主。 众人听见者说, 各得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 你们各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证,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 和你们的儿女, 定一切在远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够自己, 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 领受他话的人, 就受了针。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都行心遵守仕途的教训, 彼此交接, 抹饼, 祈祷。 信徒相交, 日日祈祷。 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歧视神迹, 信的人都在一处, 凡物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给各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行切的在殿里, 且在家中抹饼, 全着欢喜, 誠实的心用范, 赞美神, 得众民的喜爱, 主张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第三章, 比特医治区腿的。 新初讨告的时侯, 比特, 约翰上圣殿去, 有一个人, 生来是强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放在殿的一个门口, 那门名叫美门, 要求进殿的人周祭。 他看见彼得, 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祭。 彼得约翰定征看他。 彼得说, 你看我们,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只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 金, 银, 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 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画纸骨, 立刻见状了, 就跳起来, 站着, 又行走, 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 跳着, 赞美神,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掃尚, 坐在殿的尾门口, 求周祭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 满心稀奇, 惊讶。 彼得对众, 讲论医治, 强腿的恩由。 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浪下, 拉着彼得, 若汉, 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狠角稀奇。 彼得看见, 就对百姓说, 以色列人啊,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献成, 使借人行走呢? 阿伯拉罕, 以色, 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彼拉多, 彼拉多定意要释放他, 你们竟在彼拉多面前弃绝了他, 你们弃绝了那圣结公义者, 反求着释放一个兇手给你们,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 我们恩信他的名, 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借人, 见葬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 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传言好了。 弟兄们, 我晓得你们作这事, 事出于不知, 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 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 欲言基督将要受害, 就这样仍然了。 所以, 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逃没。 这样, 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主也必差遣, 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摩西曾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 凡他向你们所说的, 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 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 从撒母以以来的众先知, 凡说预言的, 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你们是先知的子孙, 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药, 就是对阿伯拉罕说, 地上万族, 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 神既兴起他的仆人, 就先猜他到你们借女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各人回转, 离开罪恶。 第四章 彼得若汉被拿。 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 祭司们和守殿官, 并杀都该人, 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 本着耶稣, 传说死人复活, 就很烦恼。 于是, 下手拿住他们, 因为天已经曼了, 就把他们压到第二天。 但听道之人, 有许多信的, 南丁数目, 约到五千。 到公会前, 被审。 第二天, 官府, 在耶稣, 掌老, 掌老, 和民事, 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 阿那, 和哥亚法, 约翰, 阿力山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哪里。 叫使徒站在当中, 就问他们说, 你们用什么能力, 奉谁的名, 作这事呢? 那时, 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 自民的官府, 和掌老, 倘若今日, 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事事, 查问我们, 他是怎么得了传遇? 你们众人, 和以色列百姓, 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借人得传遇, 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除了耶稣, 别无拯救。 他是你们象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防割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恐吓而放。 他们见彼得, 若看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始没有学问的小文, 就稀奇。 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又看见那自好了的人, 和他们一同站着, 就无话可搏。 于是, 吩咐他们从工会出去, 就彼此商议说。 我们当怎样扮这两个人呢? 因为他们诚言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凡着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 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 于是, 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 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彼得若汉说, 听从你们, 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们自己酌量罢。 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不能不说。 官长为百姓的缘故, 想不出法子凝罚他们, 又恐吓一番, 把他们释放了。 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其事, 都归荣耀与神。 原来藉着神职衣好的那人, 有四十多岁了。 门徒同心讨告赞美。 二人既被释放, 就到会有那里去, 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他们听见了, 就同心合意的, 高声向神说:"主啊, 你是造天、地、海、 或其中万物的。 你曾借着圣灵, 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位的口说。 外邦为什么争吵?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切起来, 神宰也罪责, 要敌党主。 定主的受高者, 希律, 和本丢彼拉多, 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这成女罪责, 要攻打你所高的聖伏耶稣, 成就你手和你意子所预定, 必有的事。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主监察, 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 讲你的道。 一面伸出你的手来, 医治疾病, 并且使神职其事, 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命行出来。 祷告完了, 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放胆讲论神的道。 信徒财物, 不分彼此。 那许多信的人, 都是一心一意的, 没有一人说, 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 都是大家公用。 仕途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復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 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买的价银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给各人。 巴拿巴, 带产银银银银银银银, 有一个利美人, 生在居彼老, 名叫约室,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圈威子, 他有田地, 也買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第五章 阿拿尼亞和薩菲拉,氣控聖靈而死。 有一個人,名叫阿拿尼亞,和他的妻子薩菲拉,賣了田產,把價銀獅子留下幾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餘的幾份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比德說,阿拿尼亞,為什麽撒旦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氣控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獅子留下幾份呢? 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嗎? 記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麽心裡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控人,是欺控神了。 阿拿尼亞聽見這話,就負賭斷了氣,聽見的人都甚懼怕。 有些少年人起來,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約過了三小時,他的妻子盡來,還不知道這事,比德對他說, 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嗎?他說,就是這些。 比德說,你們為什麽同心視探主的領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 婦人立刻扶倒在比德腳前,斷了氣。 那些少年人進來,見他已經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邊。 全教會,或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 信者越發增鍵。 主席仕途的仇,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跡其事。 他們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羅門的廊下。 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 百姓卻尊重他們。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天。 連男帶女很多。 甚至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掛浴紙上。 只望比德過來的時候,或者得他的影儀照在什麼人身上。 還有許多人,帶著病人,或被污鬼潛磨的。 從耶路撒冷四位的城進來,全都得了醫治。 師徒二次被囚。 大祭師和他的一切同仁,就是殺到該教門的人。 都起來,滿心忌恨,就下手拿著師徒,收在外牢。 師徒出牢,仍然講道。 但主的使者,夜間開了家門,令他們出來。 說,你們去站在殿裏,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 師徒聽了這話,天章亮的時候,就進殿裏去教訓人。 大祭師和他的同仁來了,叫齊工會的人,和以色列族的眾長老。 就警察到監裏去,要把師徒提出來。 但警察到了,不見他們在監裏,就回來稟布說, 我們看見監牢關得極妥當。 看守的人也站在門外,及自開了門。 裡面一個人都不見。 守殿官和祭師長聽見者說,心裡泛難,不知這是將來如何。 有一個人來稟布說,你們收在監裏的人,現在站在殿裏教訓百姓。 於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大使徒來,並沒有用強暴。 因為怕百姓用石頭打他們。 再到公會前,被審。 大到了,便叫師徒站在公會前。 大祭師問他們說,我們不是嚴嚴的禁止你們。 不可奉這名教訓人嗎? 你們倒把你們的道理充滿了耶路撒冷。 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 比特向官長分數。 彼得我仲試圖回答說,信從神,不信從人,是應當的。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 我們祖宗的神已經叫祂復活。 神且用右手將祂高舉。 叫祂作君王。 作救主。 將悔改的心。 或謝罪的恩。 賜給以色列人。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 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命。 也為這事作見證。 加瑪烈的勸戒。 工會的人聽見就極其老奴,想要殺他們。 但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加瑪烈。 是眾百姓所敬眾的教法師。 在工會中站起來。 吩咐人把使徒暫且帶到外面去。 就對眾人說。 以色列人啊。 論到這些人。 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辦理。 從前丟帶起來。 自誇為大。 被創衡的人。 那幾個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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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從他被殺後。 從他的身分都散了。 閨於無有。 此後報名相賊的時候。 又有加利利的幼大出來。 引有些百姓跟從他。 他也滅亡。 從他的身分都散了。 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們罷。 他們所謀的,所行的,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 若是出於神,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 恐怕你們倒是攻擊神了, 公會的人聽從了他,便叫使徒來,把他們打了, 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命講道, 就把他們釋放了。 歡喜佩仇慾 他們離開公會,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他們就每日在殿裡,在家裡,不住的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 第六章 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父。 十二使徒叫中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飯食。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明星,被聖靈充滿,自慰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但我們要尊心以祈禱全道為事。 大眾都喜悅者說,就簡選了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 又挑選菲利,白羅哥羅,尼加羅,提門,巴米娜,並進猶太教的安提亞人尼哥拉,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討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神的道興旺起來。 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師,信從了這道。 師提反,滿得智慧和聖靈的能力。 師提反,滿得因為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跡。 當時,有稱利伯地拿會堂的幾個人,並有古利內,阿力山泰,基利加,阿西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都起來。 和斯提反辯論,斯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敵黨不住,就買出人來說。 我們聽見他說旁獨摩西,和神跡話。 被拿到公會。 他們又聳動了百姓,長老,並問事,就忽然來捉拿他,把他帶到公會去。 徹下假見證說,這個人說話,不住的租淺聖所和律法。 我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也要改變摩西所交給我們的規條。 在公會裏坐著的人,都定精看他,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第七章,斯提反當眾申訴。 大祭司就說,這色事果然有嗎? 斯提反說,諸位父兄請停。 當日,我們的祖宗阿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還未住在哈蘭的時候, 榮耀的神向他顯現,對他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和我所有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就離開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蘭。他父親死了以後,神使他從哪裏,搬到你們現在所住之地。 在這地方,神並沒有給他產業,連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 但應許,要將這地賜給他,和他的後裔為業。 那時,他還沒有兒子。 神說,他的後裔,必寄居外邦。 那女的人,要叫他們作奴僕,苦待他們四百年。 神又說,使他們作奴僕的那國,我要懲罰。 以後他們要出來,在這地方侍奉我。 神又賜他各禮的藥。 於是,阿伯拉罕生了以撒。 第八日,給他行了各禮。 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十二位先祖。 先祖遲到約室。 把他賣到埃及去。 神卻與他同在。 救他脫離一切苦難。 又使他在埃及王。 法老面前,得恩典。 又智慧。 法老就派他作埃及國的宰相。 並管全家。 後來,埃及和加南全地遭遇飢荒。 大受艱難。 我們的祖宗就絕了糧。 雅各聽見在埃及有糧。 就打發我們的祖宗。 初次往那裡去。 第二次,約室與弟兄們相應。 他的親族也被法老知道了。 約室就打發弟兄。 請父親雅各。 和全家七十五個人都來。 於是,雅各下了埃及。 後來,他和我們的祖宗都死在那裡。 又被帶到使劍。 葬於阿伯拉罕,在使劍。 用銀紙從哈末子孫買來的墳墓裡。 及至神應許阿伯拉罕的日期將到。 以色列民在埃及,輕盛眾多。 直到有不曉得約失的新王興起。 他用詭計代我們的宗族。 腐害我們的祖宗。 叫他們雕氣嬰孩。 使嬰孩不能存活。 那時,摩西生下來, 盡美非凡。 在他父親家女撫養了三個月。 他被雕氣的時候, 法老的女兒拾了去。 養為自己的兒子。 摩西學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 說話行事。 都有才能。 他將到四十歲。 心中起義。 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到了那裡。 見他們一個人受冤屈, 就護備他。 為那受欺壓的人報仇。 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以為弟兄必明白。 神是藉他的手, 搭救他們。 他們卻不明白。 第二天。 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 就勸他們和睦。 說。 你們二位是弟兄。 為什麽彼此欺負呢? 那欺負輪赦的, 把他推開說。 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 和審判官呢? 難道你要殺我, 像昨天殺那埃及人嗎? 摩世聽見者話, 就逃走了, 寄居於米甸。 在那裡生了兩個兒子。 過了四十年, 在西乃山的曠野, 有一位天使, 從驚激火焰中, 向摩世顯然。 摩世見了那義仗, 變國稀奇, 正進前觀看的時侯, 有主的聲音說, 我是你聶祖的神, 就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摩世漸漸驚驚, 不敢觀看, 主對他說, 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所暫之地是聖地,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實在看見了, 他們悲嘆的聲音, 我也聽見了, 我下來要救他們, 你來, 我要猜你往埃及去。 這摩世, 就是百姓氣絕說, 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 和審判官的, 神卻直雅在經濟中顯現之士者的手, 猜派他作首領, 作舊屬的。 這人領百姓出來, 在埃及, 在紅海, 在曠野, 四十年間行了其事神跡, 那曾對以色列人說, 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 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 將我的。 就是這位摩世, 這人曾在曠野會中, 和西乃山上, 與那對他說話的天使同在, 又與我們的祖宗同在, 並且領受活潑的聖賢傳給我們, 我們的祖宗不肯聽從, 反棄著他, 心裡歸向埃及, 對阿倫說, 你且為我們做些神像, 在我們前面引路, 因為領我們出埃及地的那個摩世, 我們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 那時, 他們做了一個牛毒, 又拿祭物, 獻給拿像, 歡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神就轉念不顧, 任憑他們侍奉天上的日月星神, 正如先知書上所寫的說, 以色列家, 你們四十年間在曠野, 豈是將犧牲和祭物獻給我嗎? 你們抬著摩洛的帳墨, 和你翻神的聲, 就是你們所做, 為要敬拜的帳。 因此, 我要把你們遷到巴比倫外去,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 有發貴的帳墨, 是神吩咐摩西, 叫他照所看見的樣式作的。 這帳墨, 我們的祖宗相繼承受, 當神在他們面前, 趕出外邦人去的時候, 他們同約書呀, 把帳墨搬進承受為業之地, 直傳到大衛的日子。 大衛在神面前蒙恩, 祈求為雅各的神預備居所, 卻是所羅門為神造成電雨。 其實, 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 就如先知所言。 主說,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腳椅。 你們要為我做何等的電雨? 哪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這一切, 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嗎? 你們這硬著頸巷, 心與意味受各禮的人, 尚是抗拒聖靈。 你們的祖宗怎樣? 你們也怎樣? 那一個先知, 不是你們祖宗迫白呢? 他們也把預先傳說, 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 如今, 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 殺了。 你們受了天使所傳的律法, 竟不遵守。 看見神的榮耀。 眾人聽見這話, 就極其老奴, 向師提反咬牙切齒。 但師提反被聖靈充滿, 定睛望天, 看見神的榮耀, 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就說, 我看見天開了, 人只站在神的右邊。 眾人用石打死他。 眾人大聲喊叫, 捂著耳嘴, 齊心湧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頭打他。 作見證的人, 把衣上放在一個少年人名叫蘇羅的腳前。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 師提反呼籲主說, 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 又跪下大聲喊著說, 主呀, 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說了這話, 就碎了。 蘇羅也喜悅他避漢。 第八章 教會被害, 門途分散。 從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白。 除了師徒以外, 門途都分散在猶太和薩瑪利亞各處。 有虔誠的人, 把師提反埋葬了, 為他除兇大哭。 蘇羅卻殘害教會, 進各人的家, 拉著男女下在監裏。 拉著男女下在監裏。 又看見肥利所行的神職, 就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 因為有許多人被烏鬼附著, 那些鬼大聲呼叫, 從他們身上出來。 還有許多癱瘓的, 徐腿的, 都得了醫治。 在那城裡, 就大有歡喜。 行邪術的西門。 有一個人, 名叫西門, 向來在那城裡行邪術, 妄自尊大, 使撒瑪利亞的百姓驚奇, 無論大小, 都聽從他, 說, 這人就是那稱為神的大能者。 他們聽從他, 因他久用邪術, 使他們驚奇。 及至, 他們信了肥利所傳神國的福音, 和耶穌基督的名, 連男大女就受了朕。 西門自己也信了, 既受了朕, 就常與肥利在一處, 看見他所行的神職, 和大義能, 就神驚奇。 彼得, 約翰, 傳教於薩瑪利亞。 師徒在耶路撒冷, 聽見薩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 就打發彼得, 約翰, 往他們那裡去。 兩個人到了, 就為他們祷告, 要叫他們受聖靈。 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 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朕。 於是, 師徒按手在他們頭上, 他們就受了聖靈。 西門貪心受責。 西門看見師徒按手, 誰有聖靈賜下, 就拿錢給師徒, 說, 把這權兵也給我, 叫我守安著誰, 誰就可以受聖靈。 彼得說, 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罷, 因你想神的恩賜, 是可以用錢買的。 你在這道上, 無份無關。 因為, 在神面前, 你的心不正。 你當奧悔你這罪惡, 祈求主。 或, 你心裡的意念可得赦免, 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 被罪惡捆綁。 西門說, 願你們為我求主, 叫你們所說的, 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 師徒既證明主道, 而且傳說, 就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在薩瑪利亞好歇村莊傳揚福音。 有主的一個使者, 對肥利說, 起來, 向南走, 往那同耶路撒冷下加薩的路上去, 那路是曠野。 肥利就起身去了, 不料, 有一個埃提亞白人, 試過有大權的太監, 在埃提亞白女王, 江大基的手下總管銀父, 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 現在回來, 在車上坐著, 念先知以塞亞的書, 聖靈對肥利說, 你去貼近那車走, 肥利就跑到太監那裡, 聽見他念先知以塞亞的書, 便問他說, 你所念的, 你明白嗎? 他說, 沒有人指教我, 怎能明白呢? 於是, 請肥利上車, 與他同坐, 他所念的那段經, 說, 他像羊, 被牽到宰殺之地, 又像羊高, 再展毛的人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他卑微的時候, 人不按公義審判他, 誰能述說他的世代, 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奪去? 太監對肥利說, 請問, 先知說者說, 是指著誰? 是指著自己呢? 是指著別人呢? 肥利就開口從者經上起, 對他傳講耶穌。 太監順疑受針, 太監順疑受針。 太監順疑受針。 太監順疑受針, 他回答說, 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 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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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車站住, 肥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裡去, 肥利就吸他絲針, 從水裡上來, 主的靈, 把肥利提了去, 太監也不再見他了, 就歡歡喜喜的走路。 後來, 有人在亞所都遇見肥利, 他醜片那地方, 在各城宣傳福音, 直到該殺利亞。 第九章, 蘇羅往大馬式, 要害門徒, 在徒中遇主。 蘇羅仍然向主的門徒, 口吐威嚇, 凶殺的話, 去見大祭司, 求文書給大馬式的國會堂。 若是找著信奉這道的人, 無論男女, 都准他捆綁, 帶到耶路撒冷。 蘇羅行路, 將到大馬式。 忽然, 從天上發光, 四面照著他。 他就附倒在地, 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蘇羅, 蘇羅, 你為什麼逼白我? 他說, 主啊, 你是誰? 主說, 我就是你所逼白的耶穌。 起來, 進成去, 你所當作的事, 必有人告訴你。 同行的人, 站在那裡, 說不出話來。 聽見聲音, 卻看不見人。 蘇羅從地上起來, 爭開眼睛, 竟不能看見什麼。 有人拉他的手, 令他盡了大馬式。 三日不能看見, 也不吃, 也不喝。 當下, 在大馬式, 有一個門徒, 名叫阿娜尼亞。 阿娜尼亞。 主在意象中對他說, 阿娜尼亞。 他說, 主, 我在這里。 主對他說, 起來, 往直街去, 再由大的家裡, 訪問一個大素人, 名叫蘇羅。 他正討告, 又看見了一個人, 名叫阿娜尼亞。 進來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見。 阿娜尼亞回答說, 主啊, 我聽見許多人說, 這人怎麽在耶路撒冷, 多多腐害你的聖徒, 並且, 他在這里有從祭司長得來的權兵, 捆綁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 主對阿娜尼亞說, 你只管他, 他是我所揀選的器名,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並以色列人面前, 宣揚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為我的名, 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阿娜尼亞給蘇羅斯針。 阿娜尼亞就去了, 進入那家, 把手按在蘇羅身上說, 兄弟蘇羅, 在你來的路上, 向你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 打發我來, 叫你能看見, 又被聖靈充滿。 蘇羅的眼睛上, 好象有輪立刻掉下來, 他就能看見, 於是起來受了針, 吃過飯就見葬了。 蘇羅證明耶穌是基督。 蘇羅和大馬式的門徒 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國會堂裡宣傳耶穌, 說, 他是神的兒子。 凡聽見的人, 都驚奇說, 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 不是這人嗎? 並且, 他到這女來, 特要捆綁他們, 帶到祭司長那女。 但蘇羅越發有能力, 搏倒住大馬式的猶太人, 證明耶穌是基督。 猶太人謀殺蘇羅。 過了好些日子, 猶太人商議要殺蘇羅。 但他們的計謀, 被蘇羅知道了, 在城門手後, 要殺他。 他的門徒就在夜間, 用胸指, 把他從城牆上聚下去。 蘇羅到了耶路撒冷, 想與門徒結交。 他們卻都怕他, 不信他是門徒。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令去見仕途。 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 主怎麼向他說話。 他在大馬式, 怎麼奉耶穌的名放膽全道, 都述說出來。 於是, 蘇羅在耶路撒冷, 和門徒出入來往, 奉主的名, 放膽全道。 並語說希利尼瓦的猶太人, 講論辯駁, 他們卻想法只要殺他。 蘇羅被害往大掃去。 底兄們知道了, 就送他下該撒利亞, 打發他往大掃去。 那時, 猶太, 是, 加利利, 撒馬利亞, 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是敬畏主, 蒙聖靈的安慰, 人數就增多了。 彼得醫治以尼雅。 彼得周留四方的時侯, 也到了居住呂大的聖徒那裡, 遇見一個人, 名叫以尼雅, 得了癱瘓, 在玉子上討餓百年。 彼得對他說:「以尼雅, 耶穌基督醫好你了, 起來, 收拾你的玉子。 他就立刻起來了, 販住呂大和沙倫的人, 都看見了他, 就歸復主。 彼得使多家復活。 在若帕, 有一個女徒, 名叫大比大, 番希里尼華。 就是多家, 他廣恆善事, 多師周濟, 當時,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樓上,呂大圓與若拍相近。 門徒聽見彼得在那裡,就打發兩個人去見他。 央求他說,快到我們那裡去,不要擔言,彼得就起身和他們同去。 到了,便有人領他上樓,眾寡婦都站在彼得旁邊哭,拿多家與他們同在時,所做的女依外依給他看。 彼得叫他們都出去,就跪下討告,轉身對著死人說,大比大,起來。 他就睜開眼睛,見了彼得,便坐起來。 彼得伸手扶他起來,叫眾聖徒和寡婦進去,把多家活活地交給他們。 這時傳遍了約帕,就有許多人信了主。 此後,彼得再約拍一個燒皮像西門的家女,住了多日。 第十章 有一個人,名叫哥利流,是意大利營的白夫長。 他是個虔誠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周濟百姓,上上討告神。 有一天,若在身初,他在異像中, 明明看見神的一個使者進去,到他那裡,說。 哥利流,哥利流定睜看他,驚怕說。 主呀,什麼事呢?天使說。 你的討告,和你的周濟,達到神面前,以蒙紀念了。 現在,你當打法人往約帕去,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 他住在海邊一個燒皮像西門的家女, 房子在海邊上,向他說話的天使去後。 哥利流叫了兩個家人,和尚自後他的一個虔誠兵來。 把這事都述說給他們聽,就打法他們往約帕去。 彼得見異像。 第二天,他們行路將近那城,彼得約在五正,上房頂去討告。 彼得餓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預備飯的時候。 彼得渾柔障礙,看見天開了。 有一物降下,好象一塊大布, 系著四角,聚在地上。 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酒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了吃。」 彼得卻說:「主啊,這事不可的,凡族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吃過。」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族物, 這樣一連三次,雅脈隨即收回天上去了。」 歌尼流,所猜的人,來尋彼得。 歌尼流,所猜的人,來尋彼得。 彼得心裡,正在猜疑之間, 不知所看見的異像是什麽意思。 歌尼流,所猜來的人,已經訪問到西門的家, 站在門外,喊著問:「有稱呼彼得的西門,住在這裏沒有。」 彼得還思想哪兒像的時候,聖靈向他說:「有三個人來找你,起來,下去,和他們同往。 不要疑惑,因為是我猜他們來的。」 於是,彼得下去見哪些人,說:「我就是你們所找的人,你們來是為什麽緣故。」 他們說:「百夫長哥尼流是個異人,敬畏神,為猶太通國所稱讚。 他們一位聖天使指示,叫他請你到他家裡去,聽你的話。 彼得就請他們進去,住了一宿。 彼得往哥尼流家傳道。 彼得往哥尼流家傳道。 彼得往哥尼流是正過…… 苦伏在祂腳前拜祂。 彼得卻拉祂說:「你起來,我也是人。」 彼得和祂說著話進去, 見有好些人在那裡聚集, 就對祂們說:「你們知道, 猶太人和別國的人親近來往, 本事不合理的。 但神已經指示我, 無論什麼人,都不可看作逐而不潔淨的。 所以,我被請的時候,就不推遲而來。 現在請問,你們叫我來有什麼意思呢?」 歌尼流說:「前四天這個時候, 我在家中守著身初的禱告, 忽然有一個人,穿著光明的衣裳, 站在我面前。 說:「歌尼流,你的討告,以蒙誰聽? 你的周濟,達到神面前,以蒙紀念了。 你當打法人往若拍去,請雅稱呼比德的西門來。 他住在海邊一個燒皮障,西門的家裡。 所以,我立時打法人去請你。 你來了,很好。 現今,我們都在神面前, 要聽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話。」 彼得宣傳耶穌 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神是不偏代人, 原來各國中,那竟為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立。 神藉著耶穌基督,祂是萬有的主,全和平的福音, 將這道賜給以色列人。 這話在約翰宣傳浸禮以後,從加利利起,傳遍了猶太。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穌, 這都是你們知道的,祂周留四方行善事, 依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 因為神與祂同在,祂在猶太人之地,並耶路撒冷, 所行的一切事,有我們作見證。 祂們竟把祂掛在木頭上殺了。 第三日,神叫祂復活,顯現出來, 不是顯現給眾人看。 乃是顯現給神預先所揀選,為祂作見證的人看。 即使我們這些在祂從死裡復活以後, 和祂同吃同喝的人。 祂吩咐我們全道給眾人, 證明祂是神所立定的, 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 眾先知也為祂作見證, 說,凡信祂的人, 必因祂的名得蒙赦罪。 聖靈降在眾人身上。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 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那些奉葛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 見聖靈的恩賜, 也僑在外邦人身上, 就都稀奇。 因聽見他們說謊言, 稱讚神為大。 於是,彼得說, 這些人既受了聖靈, 與我們一樣, 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濕浸呢? 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濕浸。 他們又請彼得註了幾天。 第十一章 彼得辯白給外邦人私浸的事。 師徒和猶太的眾弟兄, 聽說外邦人也領受了神的道。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 那些奉葛禮的門徒和他爭辯說, 你進入未受葛禮之人的家, 和他們一同吃飯了。 彼得就開口, 或這事, 埋似給他們講解說。 我在約拍成女討告的時候, 混由障礙, 看見異象, 有一脈降下, 好象一塊大布, 系著四角, 從天聚下。 直來到我跟前, 我定精觀看, 見內中有地上四足的生畜, 和野獸, 昆蟲, 並天上的飛鳥, 我且聽見有聲音向我說, 彼得, 起來, 宰鳥吃, 我說, 主啊, 這是不可的, 凡逐而不潔淨的物, 從來沒有入過我的口。 第二次, 有聲音從天上說, 神所結正的, 你不可當作俗物。 這樣, 一連三次, 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當那時, 有三個人站在我們所住的房門前, 洩蟲, 洩蟲, 該殺利亞差來見我的。 聖靈吩咐我, 和他們同去, 不要疑惑。 同著我去的, 還有這六位弟兄, 我們都盡了那人的家。 那人就告訴我們, 他如何看見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裡。 說, 你打法人往若拍去, 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 他有說告訴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我一開講, 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 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 約翰是用水施浸, 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浸。 神既然給他們恩賜, 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 給了我們一樣, 我是誰能難阻神呢? 眾人聽見這話, 就不言語了, 只歸榮耀與神。 說, 這樣看來, 神也賜恩給外幫人, 叫他們悔改, 得生命了。 教會, 興成, 在安提亞。 那些因斯提反的是遭患難, 四散的門徒, 直走到肥尼基, 或居比路, 並安提亞。 他們不向別人講道, 只向猶太人講, 但內中有居比路, 和鼓勵內人。 他們到了安提亞, 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 主與他們同在, 信而歸主的人, 就很多了。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 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亞為止。 他到了哪裏, 看見神所賜的恩就歡喜, 勸勉眾人, 立定心志, 行狗靠主。 這班拿巴原是個好人, 被聖靈充滿, 大有信心。 於是, 有許多人歸服了主。 門徒初次稱為基督徒, 是在安提亞。 當那些日子, 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 找著了, 就帶他到安提亞去。 他們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會一同聚集, 教訓了許多人。 門徒稱為基督徒, 是從安提亞起手。 當那些日子, 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亞。 內中有一位, 名叫亞加布, 站起來, 藉著聖靈, 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 這事到格魯丁年間, 果然有了。 於是, 門徒定義, 照各人的力量捐錢, 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 他們就這樣行, 把捐巷, 託巴拿巴和素羅, 送到眾長老那裡。 第十二章, 希律王殺雅各, 籌彼得。 那時, 大人, 義師要在如月節後, 把他提出來, 當著百姓扮他。 於是, 彼得被囚在監裏。 教會卻為他徹徹的討告神。 希律將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 彼得被兩條鐵鏈鎖著, 睡在兩個兵丁當中, 看守的人啞在門外看守。 天使救彼得出監。 忽然, 有主的一個使者, 站在旁邊, 屋裡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立旁, 拍醒了他。 說, 快快起來, 那鐵鏈就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天使對他說, 束上帶子, 穿上鞋。 他就那樣作。 天使又說, 披上外衣跟著我來。 彼得就出來跟著他。 不知道天使所作是真的。 只當見了異像。 過了第一層, 第二層監牢, 就來到臨街的鐵門。 那門自己開了, 他們出來, 走過一條街。 天使便離開他去了。 彼得醒悟過來, 說, 我現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 救我脫離希律的手。 我猶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述說主, 怎樣令他出牢。 想念一想, 就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他母親馬利亞加去。 在那裡, 有好詩人聚集討告。 彼得敲外門, 有一個使女, 名叫羅大, 出來探聽。 聽得是彼得的聲音, 就歡喜的故不得開門, 跑進去告訴眾人說。 彼得站在門外。 他們說, 你是瘋了, 是女極力的說, 真是他。 他們說, 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的敲門。 他們開了門, 看見他, 就甚驚奇。 彼得擺手, 不要他們作聲, 就告訴他們, 主怎樣令他出牢。 又說, 你們把這事告訴雅各, 和眾弟兄。 於是, 出去往別處去了, 到了天亮, 兵兵擾亂得狠, 不知道彼得往哪裡去了。 希律找他, 找不著, 就審問看守的人, 吩咐把他們拉去殺了。 後來, 希律離開猶太, 下該撒利亞去, 住在哪裡。 希律受罰, 被蟲咬死。 希律怒怒, 推羅西頓的人, 他們那一帶地方, 是蟲王的地土得良。 因此, 因此, 就托了王的內侍神, 白拉斯道的情, 一心來求和。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 穿上朝伏, 坐在位上。 對他們講論一番, 百姓喊著說, 只是神的聲音, 不是人的聲音。 希律不歸榮耀給神, 所以, 主的是這勒克佛他, 他被從所咬, 氣就絕了。 神的道日見興旺, 越法廣傳。 巴拿巴和蘇羅, 辦完了他們供給的事, 就從耶路撒冷回來, 帶著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 第十三章 聖靈派巴拿巴和蘇羅往外傳道。 在安提亞的教會中, 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傑的西面, 鼓勵內人路球, 與分封之王希律同樣的馬念, 敬蘇羅。 他們侍奉主, 禁食的時候, 聖靈說, 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蘇羅, 去作我照他們所作的功。 於是,禁食託告, 按手在他們頭上, 就打發他們去了。 他們既被聖靈差遣, 就下到西流基。 從哪裏坐船往居比路去, 到了薩拉米, 就在猶太人國會堂裡全港神的道, 也有約翰作他們的幫手。 經過全島, 直到拍佛, 在哪裏遇見一個有法術, 假衝先知的猶太人, 名叫巴耶穌。 這人常和方伯, 是求保羅同在。 是求保羅是個通達人, 他請了巴拿巴和蘇羅來, 要聽神的道。 以女馬, 敵黨方伯, 信主, 恩而核眼。 指示那行法術的以女馬, 這名翻出來就是行法術的意思。 敵黨使徒, 要叫方伯不信真道。 蘇羅又名保羅, 被聖靈充滿, 定睛看他。 說, 你這充滿各樣鬼詐, 奸惡, 魔鬼的兒子, 眾善的仇敵, 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 現在, 主的手加在你身上, 你要核眼, 暫且不見日光。 他的眼睛, 立刻昏蒙黑暗, 四下女求人拉著手領他, 方伯看見所作的事, 狠稀其主的道, 就信了。 稱呼馬可的約翰, 離開保羅。 保羅和他的同仁, 從帕弗開船, 來到旁菲利亞的別家, 約翰就離開他們, 回耶路撒冷去。 他們來了別家, 往前行, 來到比西底的安提亞, 在安息日進會堂座下, 讀完了律法和先知的書, 管會堂的叫人過去。 對他們說, 二位兄台, 若有什麼勸勉眾人的話, 請說。 寶羅述說, 以色列武士。 寶羅就站起來, 舉手說。 以色列人, 和一切敬畏神的人, 請聽。 這以色列民的神, 揀選了我們的祖宗。 當民寄居埃及的時候, 抬舉他們, 用大能的手領他們出來, 又在曠野容忍他們約有四十年, 寄滅了加南地七族的人, 就把那地分給他們為業。 此後, 給他們設立事司, 約有四百五十年, 直到先知薩摩爾的時候。 後來, 他們求一個王, 神就將便雅敏之派中, 基氏的兒子蘇羅, 給他們作王四十年。 基廢了蘇羅, 就算立大衛作他們的王, 又為他作見證說。 我尋得耶穌的兒子大衛,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行我的旨意。 從這人的後裔中, 神已經照著所應許的, 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就是耶穌。 述說耶穌在世的事。 在他沒有出來以先, 約翰向以色列眾文宣講悔改的浸禮, 約翰將行盡他的情徒說, 你們以為我是誰? 我不是基督。 只是有一位, 在我以後來的, 我解他腳上的鞋帶, 也是不配的。 弟兄們, 阿伯拉罕的子孫, 和你們中間敬畏神的人。 這救世的道, 是團給我們的。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 和他們的官長, 因為不認識基督, 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讀眾先知的書, 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正認了先知的語言, 雖然查不出他有當死的罪來, 還是求比拉多殺他? 既成就了經上指著他所記的一切話, 就把他從木頭上取下來, 幫在墳墓裡。 神卻叫他從死裡復活, 那從加利利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 多日看見他, 這些人如今在民間使他的見證。 我們也報好信息給你們。 就是那應許祖宗的話,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 叫耶穌復活了。 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論到神叫他從死裡復活, 不再歸於扭懷, 就這樣說。 我必將所應許大衛, 那聖結可靠的恩典, 賜給你們。 又有一篇上說, 你必不叫你的聖者見證壞。 大衛在世的時候, 遵行了神的旨意, 就遂了,歸到他祖宗那裡, 已見證壞。 唯獨神所復活的, 他並未見紐壞。 證明耶穌為救主。 所以, 弟兄們, 你們當曉得, 赦罪的道, 是由這人全給你們的。 你們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清義的事上, 信靠這人, 就都得清義了。 所以, 你們沒有要小心, 免得先知書上所說的, 臨到你們。 主說, 你們這輕慢的人要觀看, 要驚奇, 要滅亡。 因為在你們的時候, 我行一件事, 須有人告訴你們, 你們總是不信。 他們出會堂的時候, 眾人請他們到下安息日, 再說這話給他們聽。 散會以後, 猶太人和敬前進猶太教的人, 多有跟從保羅, 巴拿巴的, 而人對他們講道, 勸他們無要行狗在神的恩中。 到下安息日, 合成的人, 幾乎刀內聚集, 要聽神的道。 但猶太人看見人這樣多, 就滿心疾道, 硬搏保羅所說的話, 並且偉旁。 保羅和巴拿巴放膽說, 神的道先講給你們, 原是應當的, 只因你們棄絕這道, 端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我們就轉向外邦人去。 因為主曾這樣吩咐我們說, 我已經立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極。 外邦人聽見這話, 就歡喜了, 讚美神的道, 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於是, 主的道, 傳遍了哪一帶地方。 寶羅, 巴拿巴, 被逐出境。 但猶太人挑唆, 賢敬尊貴的婦女, 和城內有名望的人, 迫伯保羅, 巴拿巴, 將他們趕出境外。 二人對著眾人對下腳上的塵土, 就往以歌念去了。 門徒滿心喜樂, 又被聖靈充滿。 第十四章, 寶羅, 自好, 生來, 協腿的。 二人在以歌念同盡猶太人的會堂, 在哪裏講的叫猶太人, 和欺利利人, 信的很多。 但那不信從的猶太人, 聳動外邦人, 叫他們心裏老恨弟兄。 二人在哪裏住了多日, 以靠主放膽講道, 主席他們的手, 施行神職其事, 證明他的恩道。 城裡的眾人就分了黨, 有服從猶太人的, 有服從仕途的。 那時, 外邦人和猶太人, 並他們的官長, 一起湧上來, 要凌辱仕途, 用石頭打他們。 使徒知道了, 就逃往女高尼的, 露斯德, 特地, 兩個城, 和周圍地方去, 在哪裏傳福音。 露斯德城裡, 坐著一個兩腳無力的人, 生來是狂腿的, 從來沒有走過。 他聽保羅講道, 保羅定精看他, 見他有信心, 可得傳遇, 就大聲說, 你起來, 兩腳站直, 哪人就跳起來, 而且行走。 眾人要向儀仕途獻祭。 眾人看見保羅所作的事, 就用女高尼的話, 大聲說, 有神直著人形, 降臨在我們中間了。 於是, 稱巴拿巴為雕師, 稱保羅為希爾米, 因為他說話領手。 有城外雕師廟的祭師, 牽著牛, 拿著花圈, 來到門前, 要向眾人向仕途獻祭。 巴拿巴, 保羅, 以仕途聽見, 就師開衣裳, 跳進眾人中間, 喊著雪, 諸君, 為什麽作這事呢? 我們也是人, 聖情和你們一樣, 我們全福音給你們, 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妄, 歸向那創造天, 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 他在從前的世代, 任憑萬國各行其道, 然而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 就如常師恩惠, 從天降雨, 賞賜豐年, 叫你們飲食飽足, 滿心喜樂。 二人說了這些話, 緊緊地攔住眾人不獻祭於他們。 猶太人, 疏眾用石頭打寶洛。 但有些猶太人, 從安提亞和以歌念來, 挑疏眾人, 就用石頭打寶洛。 以為他是死了, 便拖到城外。 門徒正圍著他, 他就起來, 走進城去。 第二天, 和巴拿巴王特比去。 對那城裡的人傳了福音, 使好詩人作門徒, 就回路斯德, 以歌念, 安提亞去。 堅固門徒的心, 勸他們行守所信的道。 又說, 我們進入神的國, 必須經歷許多艱難。 二人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 又禁食討告, 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 述說給外邦人, 開信道的門。 二人經過比西底, 來到龐菲利亞, 在別家講了道, 就下亞大利去, 從那裡坐船, 往安提亞去。 當初, 他們被眾人所託, 蒙神之恩, 要辦現在所作之功, 就是在這地方, 到了哪裏, 聚集了會中。 就述說, 神值他們所行的一切事, 並神怎樣為外邦人, 開了信道的門。 人就在哪裏, 同門徒住了多日。 第十五章, 爭論外邦門徒, 該守摩西的律法。 有幾個人, 從猶太下來, 教訓弟兄們說, 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國禮, 不能得救。 保羅, 保羅, 巴拿巴, 與他們大大的紛爭辯論, 眾門徒就定規, 叫保羅, 巴拿巴, 和本會中幾個人, 為所辯論的, 上耶路撒冷去, 見使徒和掌路。 於是, 教會送他們起行, 他們經過肥尼基, 撒馬利亞, 隨處傳說外邦人歸主的事, 叫眾弟兄都甚歡喜。 到了耶路撒冷, 教會和使徒, 並長老, 都接待他們。 他們就述說, 神與他們所行的一切事, 唯有幾個信徒, 是法利賽教門的人。 喜來說, 必須給外邦人行國禮, 吩咐他們遵守摩西的律法。 使徒和長老, 聚會商議這事, 辯論已經多了。 彼得就起來, 說, 諸位弟兄, 你們知道, 神早已在你們中間, 簡選了我, 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 知道人心的神, 也為他們作了見證。 賜聖靈給他們, 正如給我們一樣, 又藉著信, 結淨了他們的心, 並不分他們, 我們。 現在, 為什麽試探神, 要把我們祖宗, 和我們所不能負的騙, 放在門徒的頸項上。 我們得救, 乃是因主耶穌的恩, 和他們一樣, 這是我們所信的。 巴拿巴和保羅, 述雪在外邦人中, 所行之事。 眾人都默默無聲, 聽巴拿巴和保羅, 述雪神, 借他們在外邦人中, 所行的神職其事。 他們註了聲, 雅各就說, 諸偉弟兄, 請聽我的話。 方才西門述雪神, 當初怎麽眷顧外邦人, 從他們中間, 選取百姓歸於自己的名下。 眾先知的話, 也與這意思相合, 正如經上所寫的。 此後, 我要回來, 重新收造大衛倒塔的帳幕。 把那破壞的, 重新收造建立起來。 叫如性的人,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尋求主。 這話是從蒼西以來, 顯明這是的主說的。 雅各定斷此事。 所以, 據我的意見, 不可難為那歸服神的外邦人, 只要寫信, 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衛和奸淫, 並勒死的生畜和血。 因爲從古以來, 墨西的書, 在各城有人傳講, 每逢安息人, 在會堂裡還讀。 警察人送信, 到安提亞。 那時, 使徒和長老, 並全教會, 定義從他們中間揀選人, 猜他們和保羅、 巴拿巴, 同往安提亞去。 所揀選的, 就是稱呼巴薩巴的猶大和西拉。 這兩個人, 在弟兄中視作首領的, 於是, 寫信交付他們, 內宗說, 使徒和長老的弟兄們, 問安提亞、 敘利亞、 基利加外邦眾弟兄的安。 我們聽說有幾個人, 從我們這類出去, 用言語搞妖你們, 劃亂你們的心。 其實, 我們並沒有吩咐他們。 所以, 我們同心定義, 揀選幾個人, 猜他們和我們所親愛的巴拿巴, 和保羅, 往你們那裡去。 這二人是為我主耶穌基督的名, 不顧聖命的。 我們就差了由大和西拉, 他們也要親口訴說這些事。 因為聖靈和我們, 定義不將別的重擔, 放在你們身上。 唯有幾件事, 是不可小的, 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 和血, 並勒死的生畜, 和奸淫。 這幾件你們, 若能自己禁戒不凡, 就好了。 願你們平安。 眾人接信, 便得安慰。 他們既奉了差遣, 奏下安提阿去, 聚責眾人, 交付書信。 眾人念了, 因為信上安慰的話, 就歡喜了。 有大和西拉, 也是先知, 就用許多話, 勸勉弟兄, 兼顧他們。 住了些日子, 弟兄們打發他們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們的人那裡去, 唯有西拉定義營住在那裡。 但保羅和巴拿巴, 仍住在安提阿, 和許多別人一同教訓人, 全主的道。 保羅和巴拿巴, 為馬可分開。 為了些日子, 保羅對巴拿巴說, 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宣傳主導的覺醒, 看望弟兄們, 警方如何。 巴拿巴有意, 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 但保羅, 因為馬可從前在龐菲利亞離開他們, 不和他們同去作供, 就以為不可帶他去。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 甚至彼此分開。 巴拿巴帶著馬可, 坐船往居比路去。 保羅挑選了西拉, 也出去, 蒙弟兄們把他交於主的恩中。 他就走遍敘利亞, 基利加, 兼顧眾教會。 第十六章 保羅挑選提摩泰。 保羅來到特比, 又到路斯德, 在那裡有一個門徒, 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之猶太婦人的兒子。 他父親卻是希利尼人。 路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 都稱讚他。 保羅要帶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猶太人, 都知道他父親是希利尼人, 就給他行了各禮。 他們經過各城,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長路所定的條規, 交給門徒遵守。 於是, 眾教會信心越法堅固, 人數天天加增。 保羅見義仗, 往馬其頓去。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港道, 他們就經過弗里加, 加拉泰一大地方, 到了梅西亞的邊界。 他們想要往彼推離去, 耶穌的靈卻不許。 他們就越過梅西亞, 下到特羅亞去。 在夜間, 有義仗現與保羅, 有一個馬其頓人, 站著求他說, 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保羅既看見這義仗, 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 以為神照我們全福音給那裡的人聽。 旅底雅信主, 領陣。 旅底雅信主, 領陣。 是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 也是羅馬的住房城。 我們在這城裡住了幾天。 當安息日, 我們出城門, 到了河邊。 知道那裡有一個討告的地方, 我們就坐下, 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 有一個賣紫色布匹的婦人, 名叫女底雅, 是推雅推拉城的人, 素來敬拜神。 他聽見了, 主就開道他的心, 叫他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 他和他一家記領了針, 便求我們說, 你們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 請到我家裡來住, 於是強留我們。 保羅逐出無鬼。 後來, 我們往那討告的地方去, 有一個婦女仍著面來, 他被無鬼所付, 用法術, 叫他主人們大得才利。 他跟隨保羅和我們, 喊著說, 這些人是至高神的牧人, 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 他一年多日, 這樣喊叫, 保羅就心中厭煩, 轉身對那鬼說, 我奉耶穌基督的命, 吩咐你從他身上出來, 哪鬼當時就出來了。 他沒有了。 保羅, 戲拉, 被打下監。 是女的主人们, 见得利的子望没有了, 便周住保罗和西拉, 拉他们到史上去见首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愿是犹太人, 竟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监里, 祝父禁桌严谨看守, 禁桌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 两脚上了木狗。 夜半地震, 监门传开。 若在半夜, 保罗和西拉, 讨告唱诗, 赞美神, 众囚犯也执意而听, 忽然地带震动, 甚至监奴的地基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传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禁桌一醒, 看见监门传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禁桌叫人拿登来,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的, 腐伏在保罗西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 说, 二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禁桌全家信主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当夜, 就在那时候, 禁桌把他们带去, 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服他的人, 立时都受了证, 于是, 禁桌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 都狠喜乐, 都狠喜乐, 保罗说, 官长打法人来, 叫释放你们, 如今可以出监, 平平安安的去罢, 保罗却说, 我们是罗马人, 并没有定罪, 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监侣, 现在要私下连我们出去吗? 这事不幸的, 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 差役把这话回品官长, 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监, 往女帝亚家女去, 见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 就走了。 第十七章 保罗和世拉 在贴杀罗尼加港道 保罗和世拉 经过暗非玻璃, 亚波罗尼亚 来到贴杀罗尼加, 在哪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掃尚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犹太人 罪匪搞乱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圈, 就服从保罗和世拉, 并有许多前径的希腊尼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 心里疾导, 招聚了些市井匪内, 搭伏成群, 怂动合成的人, 闯进耶稣的家, 要将保罗和世拉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 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官那里, 喊叫说, 那搞乱天下的, 也到借女来了, 耶稣收留他们, 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 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众人和地方官, 听见这话, 就经放了, 于是, 取了耶稣和其余之人的宝藏, 就释放了他们。 比利亚人甘心受盗。 弟兄, 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世拉帮比利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沿于贴撒罗尼加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 事与不是, 所以, 他们中间, 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但贴撒罗尼加的犹太人, 知道保罗, 又在比利亚全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 怂动搅拗亂众人。 当时, 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 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利亚, 送保罗的人, 带他到了雅典, 既领了保罗的命, 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借女来, 就回去了。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 于是, 在会堂里, 与犹太人, 和乾敬的人, 并每日在史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 与他争论, 有的说, 这胡言乱语的, 要说什么? 有的说, 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全港耶稣, 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阿略巴古, 说, 你所说的这身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 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 和住在那里的客人, 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向雅典人陈说, 保罗站在阿略巴古当中, 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肯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未识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象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 万物, 刺及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 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尋求神, 或者, 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 他离我们各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圣, 将人用手艺, 心思, 所雕刻的金, 银, 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 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 叫他从死里复活, 吸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有机翘的, 有相顺的,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机翘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说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 信了主, 其中有阿略巴古的官, 刁尼修, 并一个妇人, 名叫大玛丽, 患有别人一同信从, 第十八章, 阿居拉, 他生在本都, 因为格鲁雕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身近带着妻, 白基拉, 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事制造杖棚为业, 保罗因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作供,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利人, 世妮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为道逼切, 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他们既抗拒, 委旁, 保罗就抖着依常说, 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帮人那里去, 于是, 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经拜神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歌临多人听了, 就相信受证, 夜间, 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说,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借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 零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犹太人在家楼面前控告保罗, 到家楼作亚该亚方白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 拉他到公堂, 说, 借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 敬拜神, 保罗刚要开口, 家楼就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 如果是为冤枉, 或奸恶的事,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 若是关乎言语, 明目, 和你们的律法, 你们自己去办罢, 这样的事, 我不愿意审问, 就把他们练出公堂, 众人便周住管会堂的所提尼, 在堂前打他, 这些事家留都不管,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敘利亚去, 白基拉, 亚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 就在肩格里剪了头发, 到了以忽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哪里,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哪里, 自己尽了会堂, 和犹太人辩论, 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 他却不稳, 就辞别他们, 说, 神若许我, 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 于是, 开船来了以忽所, 在该撒利亚下了船, 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 随后下安提亚去, 住了些日子, 又离开那里, 挨次经过加拉泰, 和弗里加地方, 兼顾众门徒, 亚波罗放胆广道, 有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波罗, 来到以忽所, 他生在阿历山泰, 是有学问的, 最能讲解圣经, 借人已经在主的道上, 受了教训, 心里火热, 将耶稣的事, 详细讲论, 教训人, 指示他单晓得约翰的浸礼,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白基拉, 亚居拉听见, 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 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他想要往亚该亚去, 弟兄们就勉励他, 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 他盗了那里, 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 博祷犹太人, 人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第十九章, 保罗遇见, 诗浸约翰的门徒, 阿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 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大地方, 就来到以忽所, 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 你们信的时候, 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 没有, 也未曾听见有圣灵刺下来, 保罗说, 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证呢? 他们说, 是约翰的证, 保罗说, 约翰所行的, 是悔改的证, 告诉百姓, 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 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 就奉主耶稣的名受证,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谎言, 又说寓言, 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保罗在推拉鲁学房辩论。 保罗进会堂, 放胆讲道, 一年三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 后来, 有些人, 心里肝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 委批这道, 保罗就离开他们,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 便在推拉鲁的学房, 天天辩论, 这样, 有两年之久, 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 都听见主的道, 神值保罗的手, 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 或围困, 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 恶鬼也出去了。 被鬼附的, 姓了赶鬼的, 那时, 有几个游行各处, 念奏赶鬼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鬼附的人, 善自清主耶稣的命, 说,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 斥令你们出来, 作借是的, 有犹太祭司长, 是基雅的七个儿子, 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所付的人, 就跳在他们身上, 姓了其中二人, 制伏他们, 叫他们赤着身子, 受了伤, 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 犯住在以忽所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犹太人, 都知道这事, 也都惧怕, 主耶稣的命, 从此就尊大了, 那已经顺的, 多有人来承认素说, 自己所行的事, 行邪述的, 消自己的书, 平素行邪述的, 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 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 他们算计书价, 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 主的道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就是这样, 这些事完了, 保罗心里定义, 经过了马其顿, 亚该亚, 就往耶路撒冷去, 又说, 我到了那里以后, 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于是, 从帮助他的人中, 打发提摩泰, 以赖到疑人, 往马其顿去, 自己暂时等在亚西亚, 抵米雕, 黄银杖, 古躁闹事, 那时, 因为借到喜的扰乱不少, 有一个银杖, 名叫抵米雕, 是制造亚抵米神银银的, 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 他聚集他们, 和同行的工人, 说, 众位, 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 这保罗不但在亿不所, 也几乎在亚西亚全地, 引有迷惑许多人, 说, 人手所作的不是神, 这是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 这样, 不独我们这事业, 被人藐视, 就是大女神亚底米的庙, 也要被人兴罚, 连亚西亚全地, 和普天下, 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 也要消灭了, 众人听见, 就怒气填空, 喊着雪, 大灾以忽所人的亚底米亚, 满城都轰动起来, 众人拿着与保罗同行的, 马其顿人, 该游或阿里达古, 齐心涌进气园里去, 保罗想要进去, 到百姓那里, 门徒却不许他去, 患有阿西亚几位首领, 是保罗的朋友, 打发人来劝他, 不要冒险到气园里去, 聚集的人, 纷纷乱乱, 有哭叫借过的, 有哭叫哪个的, 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 有人把阿力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 犹太人推他往前, 阿力山大就摆手, 要向百姓分数, 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 就大家同声哭着说, 大哉以忽所人的阿底米亚, 如此若有两小时, 以忽所的书记, 使众人安静, 那城里的书记, 安抚了众人, 就说, 以忽所人啊, 谁不知道以忽所人的城, 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 和从雕丝那里落下来的像呢, 这事既是博不倒的, 你们就当安静, 不可吵辞, 你们把这些人带来, 他们并没有偷窃了中之物, 也没有旁读我们的女神, 若是抵迷雕和他同行的人, 有控告人的事, 自有放告的日子, 也有方白, 可以彼此对告, 你们若问别的事, 就可以照常例聚集, 断定, 今日的妖乱, 本事无缘无故, 我们难免被查问, 论到这样聚众, 我们也说不出所以言来, 说了这话, 便叫众人散去。 第二十章 乱定之后, 保罗请门徒来, 劝勉他们, 就慈别起行, 往马其顿去, 走遍了那一大地方, 用许多话劝勉门徒, 然后, 来到希腊,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将要坐船往敘利亚去, 犹太人设计要害他, 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 与他到阿西亚去的, 有比利亚人, 布罗斯的儿子, 索巴特, 贴撒罗尼加人, 阿里达古, 和西公都, 还有特比人, 盖游, 并提摩泰, 又有阿西亚人, 推基古, 和特罗非摩, 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 过了随敲的日子, 我们从肥立比开船, 五天到了特罗亚, 和他们相会, 在那里住了七天。 保罗在特罗亚, 始游推古復活,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抹饼的时候,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 就与他们讲论, 直讲到半夜, 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 有好些灯粥, 有一个少年人, 名叫游推古, 坐在窗台上, 困倦沉睡, 保罗讲了多时, 少年人睡熟了, 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 扶起他来, 已经死了, 保罗下去, 伏在他身上, 抱着他, 说, 你们不要发芳, 他的灵魂还在身上, 保罗又上去, 抹饼, 吃了, 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 这才走了, 有人把那童子, 活活的领来, 得的安慰不少, 我们先上船, 开往阿索去, 意思要在那里接保罗, 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 他自己打算要步行, 他既在阿索与我们相会, 我们就接他上船, 来到米推利利, 从那里开船, 次日到了基亚的对面, 又次日, 在撒摩靠岸, 在撒摩靠岸, 又次日, 来到米利都, 那恩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 免得在阿西亚担言, 他急往前走, 巴不得赶赶赶赶紧到耶路撒冷, 保羅從米利都打法人往以忽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來了,保羅就說:"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西亞的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為人如何? 服侍主,凡是謙卑,眼中流淚,有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你們也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被諱不說的。 或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裡,我都教導你們,又對猶太人和欺利利人,證明當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穌基督。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深深迫切,不知道在哪裏要遇見什麼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說:"有困所與患難等待我,我卻不以聖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 謹慎勉勉! 謹慎勉勉! 我今天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被毁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拨谋的话,要引有门徒跟从你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就夜不住的流泪,劝戒你们各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借两只手,尚供给我,和同人的衰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作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借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授更为有福。 保罗,同众人讨告,辞别他们。 保罗,同众人讨告,辞别他们。 保罗,同众人讨告,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第二十一章 推罗的门徒,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 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一直行到歌士,第二天到了罗底,从哪里到帕大喇,遇见一只船,要往肥尼基去,就上船起行。 望见居彼路,就从南边行过,往敘利亚去,我们就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哪里卸货,找着了门徒,就在哪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了借几天,我们就起身全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讨告,彼此慈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 阿加布,愚言保罗,必被瓶绑。 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来到多利迈,就问那里的帝兴安,和他们同住了一天。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萨利亚,就进了全福音的肥利家里,和他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女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阿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借女,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帮人手里。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罗说,你们为甚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保罗说,保罗计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 过了几天,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九位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居比鲁人。 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欢喜,接待保罗。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哪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帮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 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 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帮的犹太人, 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国礼, 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罢, 我们这旅有四个人, 都有愿在身, 你带他们去, 与他们一同行结正的礼, 替他们拿出规费, 叫他们得以剃头。 这样,众人就可知道, 先前所听见你的事, 都是虚的, 并可知道, 你自己为人, 循规道举, 进行律法。 至于信主的外帮人, 我们已经写信而定, 叫他们紧记那制偶像之物, 和血, 并勒死的生畜与奸淫。 于是, 保罗带着那四个人, 第二天, 与他们一同行了结正的礼, 进了殿, 报名结正的日期满足, 只等祭司为他们各人献祭。 犹太人, 怂动众人, 竹拿保罗, 那七日将圆, 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看见保罗在殿里, 就怂动了众人, 下手拿他, 喊叫说, 以色列人来帮助, 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 租钱我们百姓, 和律法, 并借地方的, 他又带着希里尼人进殿, 污谓了这圣地, 借话, 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忽所人, 特罗非摩, 同保罗在城里, 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合成都震动, 百姓一起跑来, 拿住保罗, 拉他出殿, 殿门立刻都关了。 千夫掌解救保罗 他们正想要杀他, 有人报信给刑女的千夫掌, 说, 耶路撒冷合成都乱了, 千夫掌立刻带着兵丁, 和几个百夫掌跑下去, 到他们那里, 他们见了千夫掌, 和兵丁, 就指着不打保罗, 于是, 千夫掌上前拿住他, 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 又问他是什么人, 作的是什么事, 众人有喊叫这个的, 有喊叫哪个的, 千夫掌因为这样乱样, 得不着实情, 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流去, 到了台阶上, 众人击得凶猛, 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众人跟在后面, 喊着说, 除掉他, 将要带他进营流, 保罗对千夫掌说, 我对你说句话, 可以不可以, 他说, 你懂得欺利尼华吗? 你莫非是从前作乱, 拜领四千兇徒, 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 保罗说, 我本是犹太人, 生在基里加的大数, 并不是无名小成的人, 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 千夫掌准了, 保罗就站在台阶上, 向百姓摆手, 他们都静默无声, 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 第二十二章 保罗向百姓声明 诸位父亲请听, 我现在对你们分诉, 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 就更加安静了, 保罗说, 我原是犹太人, 生在基里加的大数, 掌在这城里, 在加玛列门下, 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 热心事奉神, 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 我也曾逼迫奉借道的人, 直到死地, 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 这事大祭司和众长老, 都可以给我作见证的, 我又领了他们达与弟兄的书信, 往大马式去, 要把在那里奉借道的人所拿, 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我将到大马式, 正走的时候, 若在响午,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四面照着我, 我就辅导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 苏罗, 苏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我回答说, 主啊, 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与我同行的人, 看见了那光, 却没有听明白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 我说, 主啊, 我当作什么? 主说, 起来, 进大马式去, 在那里, 要将所派你作的一切事, 告诉你, 我因那光的荣耀, 不能看见, 同行的人, 就拉着我手, 进了大马式, 那里有一个人, 名叫阿拿尼亚, 安着律法, 涉钱成人,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他来见我, 站在旁边, 对我说, 兄弟素罗, 你可以看见, 我当时往上一看, 就看见了他, 他又说, 我们祖宗的神, 拣选了你, 叫你明白他的旨意, 又得见哪二者, 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 对着万人, 为他作见证, 现在, 你为什么担言呢, 起来, 求告他的名受证, 使去你的罪, 使去你的罪, 实说, 奉主命往外邦, 后来, 我回到耶路撒冷, 再见女讨告的时候, 混由障碍, 看见主向我说, 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 不可辞言, 因你为我作的见证, 这女的人, 必不领受, 我就说, 主呀, 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 收在监里, 又在各会堂里边打他们, 并且, 你的见证人师提反, 被害流血的时候, 我也站在旁边欢喜, 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 主向我说, 你去吧, 我要猜你远远的往外帮人那里去, 众人就圈阳要除灭他, 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 就高声说, 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 他是不当活着的, 众人圈阳, 率调衣裳, 把尘土向空中阳起来, 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大进营流去, 叫人用鞭子敲问他, 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圈阳, 是为什么缘故? 因罗马民席面受鞭打, 刚用皮条捆上, 保罗对旁边站着的伯夫长说, 人是罗马人, 又没有定罪, 你们就鞭打他, 有这个例吗? 伯夫长听见这话, 就去见千夫长, 告诉他说, 你要作什么, 这人是罗马人, 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 你告诉我, 你是罗马人吗? 保罗说, 是, 千夫长说, 我用许多银子, 才入了罗马的文章, 保罗说, 我生来就是, 于是, 那些要敲问保罗的人, 就离开他去了, 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 又因为捆绑了他, 也害怕了, 第二天, 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 便解开他, 吩咐祭司长和全工会的人都聚集, 将保罗带下来, 叫他站在他们面前。 第二十三章, 保罗在工会前声明。 保罗定征看着工会的人说, 弟兄们, 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 都是凭着良心, 直到今日。 大祭司亚纳尼亚, 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 保罗对他说, 你这粉色的墙, 神要打你, 你坐堂, 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 你竟违背律法, 吩咐人打我吗? 暂在旁边的人说, 你欲骂神的大祭司吗?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 经上记着说, 不可委批你百姓的官长。 保罗看出大众, 一半是杀刀该人, 一半是法利塞人, 就在工会中大声说, 弟兄们, 我是法利塞人, 也是法利塞人的子孙, 我现在受审问, 是为盼望死人复活。 说了这话, 法利塞人和杀刀该人, 就争论起来, 回众分为两党, 因为杀刀该人说, 没有复活, 也没有天使, 和鬼魂。 法利塞人却说, 两样都有, 于是, 大大的圈阳起来, 有几个法利塞党的民事站起来, 争辩说, 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 倘若有鬼魂, 或是天使, 对他说过话, 怎么回事呢? 那时大起争吵, 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 就吩咐冰丁下去, 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 大进营流去, 当夜, 主站在保罗旁边说, 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四十多人同谋杀害保罗, 道了天亮, 犹太人同谋起誓, 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这样同心起誓的, 有四十多人, 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什么, 现在, 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 叫他大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 假作要详细拆考他的事,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 不等他来到跟前就杀他。 计谋洩漏, 保罗的外生听见他们设下埋伏, 就来到营楼里告诉保罗, 保罗请一个白夫长来, 说, 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 他有事告诉他, 于是, 把他领去见千夫长, 说, 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他那里, 求我领着少年人来见你, 他有事告诉你, 千夫长就拉着他的手, 走到一旁, 私下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 他说, 犹太人已经约定, 要求你明天带下保罗到工会里去, 假作要详细查问他的事, 你切不要随从他们, 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人埋伏, 已经起誓, 说, 若不先杀保罗, 就不吃不喝, 现在预备好了, 只等你应运, 于是, 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 祝福他说, 不要告诉人, 你将这事报给我了, 千夫长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 说, 预备步兵二百, 马兵七十, 长枪手二百, 今夜害初往该杀利亚去, 也要预备生口叫保罗骑尚, 护送到巡护腐腓尼那里去, 隔老钓, 情文书, 吸肥力丝, 吸肥力丝, 革老钓, 情文书, 天夫长又写了文书, 大略说, 格老钓, 女西亚, 请巡护腓力丝大人安, 这人被犹太人拿住, 将要杀害, 我得知他是罗马人, 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出来, 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 我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工会去, 便查知他被告, 是因他们律法的辩论, 并没有什么该死, 该绑的罪名, 后来, 有人把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 我就立时戒他到你那里去, 又吩咐告他的人, 在你面前告他。 保罗在该撒尼亚被看守, 于是, 兵丁照所吩咐他们的, 将保罗夜里带到安提帕底, 第二天, 让马兵护送, 他们就回迎流去, 马兵来到该撒尼亚, 把文书呈给巡护, 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 巡护看了文书, 问保罗是哪省的人, 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 就说, 等告你的人来到, 我要誓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 希律的衙门里, 在希律的衙门里, 在希律的衙门里, 第二十四章, 保罗在肥力斯前, 为自己分数, 过了五天, 大祭司亚拿尼亚, 同几个长老, 和一个便是帖土罗, 下来, 向秦府控告保罗, 保罗被提了来, 帖土罗就告他说, 肥力斯大人, 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 这一国的弊病, 因着你的先见, 得以更正了, 我们随事随地, 满心感谢不尽, 唯恐多说, 你嫌范水, 只求你欢容听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看这个人, 如同瘟疫一般, 是古动普天下, 众犹太人生乱的, 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位, 我们把他捉住了, 不了, 千夫掌女西亚前来, 甚是强患, 从我们手中把他奪去, 吩咐告他的人到你借女来, 你自己救问他, 就可以知道, 我们告他的一切是了, 终犹太人雅随着告他说, 事情成言是这样, 秦府点头, 叫保罗说话, 他就说, 我知道你在这国旅, 端是多年, 所以, 我乐意为自己分数,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 不过有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 或是在会堂里, 或是在城里, 和人辩论, 怂动众人,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 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 我向你承认, 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我正按着那道, 侍奉我祖宗的神, 又信合乎律法的, 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并且, 靠着神, 盼望死人, 无论善恶, 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 也有借过盼望, 我因此, 自己勉励, 对神, 对人, 常存无愧的良心, 过了几年, 我带着周制本国的捐行, 和贡献的物上去, 正宪的时候, 他们看见我在殿里, 已经结证了, 并没有罪忠, 也没有炒恙, 唯有几个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 他们若有告我的事, 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 即或不然, 这些人, 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 有妄围的地方, 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 纵然有, 也不过一句话, 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 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 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 肥力斯本是详细晓得借道, 就知吾他们说, 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 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于是, 吩咐白夫长看守保罗, 并且宽待他, 也不拦阻他的亲友, 来供给他, 肥力斯留保罗在监旅, 过了几天, 肥力斯和他夫人, 犹太的女子, 土西拉, 一同来到, 就叫了保罗来, 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 保罗讲论公义, 折制和将来的审判, 肥力斯甚觉恐惧, 说, 你暂且去吧, 等我得便再叫你来, 肥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 所以屡次叫他来, 和他谈论, 过了两年, 波球菲斯都接了肥力斯的任, 肥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留保罗在监旅, 第二十五章 犹太人的控告和央求 菲斯都到了任, 过了三天, 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又央告他, 求他的情,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他们要在路上埋伏, 杀害他, 菲斯都却回答说, 保罗压在该撒利亚, 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又说, 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 与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么不是, 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在他们那里, 住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下该撒利亚去, 第二天座堂, 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 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 保罗分诉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 或是该撒, 我都没有干犯, 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问保罗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哪里听我审断这事吗? 保罗说, 我站在该撒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我若行了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 我也不辞, 他们所告我的事, 若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我要上告于该撒, 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 就说, 你既上告于该撒, 可以往该撒那里去, 亚基柏要听保罗, 过了四日子, 亚基柏王和百尼基士, 来到该撒尼亚, 问菲斯都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 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 说, 这里有一个人, 是菲力斯留在监里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掌和犹太的长老, 将他的事品报了我, 求我定他的罪, 我对他们说, 无论什么人, 被告还没有和缘告对质, 未得机会分诉, 所告他的事, 就先定他的罪, 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 及知他们都来到这里, 我就不担言, 第二天便坐堂, 吩咐把那人提上来, 告他的人暂着告他, 所告的, 并没有我所亦了的亚等恶事, 不过, 事有几样辩论, 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 又为一个人, 名叫耶稣, 事已经死了, 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这些事, 当怎样救问, 我心里作难, 所以问他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 但保罗求我留下他, 要听皇上审断,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等我戒他到该撒那里去, 阿基柏对菲斯都说, 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菲斯都说, 明天你愿意听, 第二天, 阿基柏和白尼基, 带将威势而来, 同着众千夫掌, 和成女的尊贵人, 尽了功听, 菲斯都吩咐一声, 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都说, 阿基柏皇, 和在这女的诸位呀, 你们看这人, 就是一切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 和这女曾向我恳求, 呼叫说, 不可用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 他自己上告于皇帝, 所以, 我定意把他戒去, 论到借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 可以奏明主上, 因此, 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阿基柏皇面前, 为要在查问之后, 有所陈奏, 据我看来, 皆宋囚犯, 不止明他的罪案, 是不合理的。 第十六章 保罗在阿基柏前, 为自己分数, 阿基柏对保罗说, 准你为自己辨明, 于是, 保罗伸手分数说, 阿基柏皇呀,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 今日, 得在你面前分数, 实为万幸, 更可行的, 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 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 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 并在耶路撒冷, 自幽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作见证, 就晓得我从起初, 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 作了法利赛人, 现在, 我暂在这里受审, 是因为指望神, 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 我们十二个支派, 就夜切切的事奉神, 都指望得着, 王呀,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这指望, 神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 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 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兵, 我就把许多圣徒, 囚在监侣,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国会堂, 我屡次用刑, 强迫他们说舍读的话, 又分外怒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直到外邦的成一, 那时, 我领了祭司长的权兵和命令, 往大马昔去, 王呀, 我在路上, 享五的时候, 看见从天发光, 被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赴岛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话, 向我说, 骚罗,骚罗, 为什么逼伯我, 你用脚踢刺是难的, 我说, 主呀,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伯的耶稣, 蒙派到外邦传道,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然, 要派你作执事, 作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 和外帮人的手, 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拳下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心, 因此, 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 想要杀我, 然而, 我蒙神的帮助, 直到今日, 还站得住, 对着尊贵, 悲战, 老友作见证, 所说的, 定不爱乎众先知, 和摩西所说, 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 因从死女复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 全给百姓和外帮人, 菲斯都说保罗癫狂, 保罗癫狂, 非诗都大声说, 保罗, 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 非诗都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亚晓得这些事, 所以, 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 亚基柏王亚,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柏对保罗说, 你想小微一圈, 便叫我作基督徒呀, 保罗说, 无论是小圈, 是多圈,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 不要像我有这些所念, 于是, 王和秦府, 并百尼基, 与同座的人都起来, 退到里面, 彼此谈令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 该绑的罪, 亚基柏又对非诗都说, 借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杀, 就可以释放了。 第二十七章, 保罗坐船, 往意大利去, 飞斯都既然定规了, 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便将保罗, 和别的囚犯, 交给玉形里的一个白夫掌, 名叫游流, 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 要沿着亚西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 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 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家人, 亚里达古, 和我们同去, 第二天, 到了西顿, 由刘宽代保罗, 准他往朋友那里去, 受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有开船, 因为风不顺, 就贴着居比鲁背风岸行去, 过了基里加, 庞菲利亚前面的海, 就到了女家的梅拉, 在那里, 伯夫掌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 要往意大利去, 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一年多日, 船行得慢, 紧紧来到隔离土的对面, 因为被风烂了, 就贴着隔离底背风岸, 从撒摩尼对面行过, 我们沿岸行走, 紧紧来到一个地方, 名叫佳奥, 离哪里不远, 有拉西亚城, 保罗献众 走的日子多了, 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旗, 行船又危险, 保罗就献众人说, 众位, 我看这次行船, 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选, 大遭破坏, 连我们的生命也难保, 但伯夫掌信从掌船的和船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且因在这海口过东不变,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 或者能到飞尼基过东, 飞尼基是隔离底的一个海口, 一面朝东北, 一面朝东南, 这时微微起了南风, 他们以为得意, 就起了腰, 贴近隔离底走去, 水路的危险, 不多几时, 狂风从岛上撲下来, 那风名叫有拉格罗, 船被风抓住, 滴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 那岛名叫高大, 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 既然把小船拉上来, 就用蓝索捆绑船底, 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割了钱, 就落下蓬来, 任船飘去, 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 第二天, 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 到第三天,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 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 又有狂风大浪吹逼, 我们得救的指望, 就都绝了。 安慰众人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 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 众位, 你们本该听我的话, 不离开隔离底, 免得遭这样的伤选破坏, 现在, 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 一个也不失丧, 唯独失丧这船, 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 他的使者, 作夜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 不要害怕, 你必定站在该杀面前, 并且, 与你同船的人, 神都刺及你了, 所以, 众位可以放心, 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 我们必要葬在一个岛上, 水手上途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 船在亚底亚海, 飘来飘去, 若到半夜, 水手以为占近看地, 就探深浅, 探得有十二丈, 稍往前行, 又探深浅, 探得有九丈, 恐怕撞在石头上, 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铃, 盼望天亮,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把小船放在海里, 假作要从船头抛鸟的样子, 保罗对白夫掌和冰丁说, 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 你们必不能得救, 于是, 冰丁砍断小船的城址, 由他飘去, 天漸亮的时候, 保罗劝众人都吃饭, 说, 你们原望忍我不吃什么, 已经十四天了, 所以, 我劝你们吃饭, 这事关乎你们救命的事, 因为, 你们各人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借话, 就拿着饼, 在众人面前捉借了神, 抹开吃, 于是, 他们都放下心, 也就吃了, 船被大浪损坏, 我们在船上的, 共有二百七十六个人, 他们吃饱了, 就把船上的墨子, 抛在海里, 为要叫船轻一点, 到了天亮, 他们不认识那地方, 但见一个海湾, 有岸可登, 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 于是, 砍断滥索, 气闹在海里, 同时, 也松开驼绳, 拉起头缝, 顺着风向岸行去, 但遇着两水夹流的地方, 就把船割了浅, 船头交注不动, 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 众人得救, 众人得救, 但伯父长要救保罗, 不准他们任意移行, 就吩咐会伏水的, 跳下水去先上岸, 其余的人, 可以用板子, 或船上的灵碎东西上岸, 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第十八章 土人的接待 我们既已得救, 才知道那岛名叫米利大, 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 因为当时下雨, 天气又冷, 就生火, 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 保罗拾起一菌柴, 放在火上, 有一条毒蛇, 因为热了出来, 咬住他的手, 土人看见那毒蛇, 沿在他手上, 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兇手, 虽然从海里救上来, 天理患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脱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 或是忽然腐倒死了, 看了多时, 见他无害,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 布白楼, 款待保罗, 来那地方不远, 有田产市赌长, 布白楼的, 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三日, 当时, 布白楼的父亲, 患孽病, 和利疾躺着, 保罗进去, 为他祷告, 安守在他身上, 治好了他, 从此, 赌上其余的病人, 也来得了医治, 他们有多方的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 也把我们所需用的, 送到船上, 再行水情, 过了三个月, 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 往前行, 这船以雕丝相指为计, 是在那海岛过了东的, 到了聚拉鼓, 我们停薄三日, 又从那里妖行, 来到利基雍, 过了一天, 起了南风, 第二天, 就来到暴丢离, 在那里遇见弟兄们, 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 这样, 我们来到罗马, 那里的弟兄们, 一听见我们的信息, 就出来, 到亚比乌市, 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 保罗见了他们, 就感谢神, 放心壮胆, 尽了罗马城, 保罗梦准, 和一个看守他的兵, 另住在一处, 保罗请犹太的首领来, 声明上控的缘由, 过了三天, 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 他们来了, 就对他们说, 弟兄们, 我须没有作什么事, 干犯本国的百姓, 和我们祖宗的规条, 却被锁绑, 从耶路撒冷, 介在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 并没有该死的罪, 无奈献犹太人不服, 我不得已, 只好上告于该杀, 并非有什么事, 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因此, 我请你们来见面说话, 我愿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被这链子捆锁, 他们说, 我们并没有接着, 从犹太来论你的信, 也没有弟兄到借女来, 报纸我们说, 你有什么不好处, 但我们愿意听你的意见如何, 因为这教门, 我们晓得是到处被委旁的,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 就有许多人到他的遇处来, 保罗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这事, 证明神国的道, 隐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 以耶稣的事, 勸勉他们, 他所说的话,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他们彼此不合, 就散了, 未散已先, 保罗说了一句话, 说, 圣灵直先知以财亚, 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 事不错的,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时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时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 游蒙了心, 耳朵发尘,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所以, 你们当知道, 神借救恩, 如今全级外邦人, 他们也必听受, 保罗说了这话, 犹太人, 二论纷纷纷的就走了, 保罗在罗马全道, 足足两年,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放胆全港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